在高龄化社会的现在 长照2.0政策的推行大势所趋 在长照政策的旗下 有着遍布各乡镇社区的长照据点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长辈 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水里乡体育会为了促进乡内运动风气 配合运动爱台湾计划 办理五支庙曼 活力飞扬多元运动加年华的活动 邀请在水里乡各社区以及相关社团 来到水里国小体育馆内展现舞异 平常就有许多社区民众 会利用空闲时间来参与水里乡社区内 办理的舞蹈班 这次也踊跃到现场来准备大展身手 县议员成熟会肖志全以及陈昭玉 也到现场共襄盛举表达关心 舞蹈是一种艺术的呈现 是一种透过肢体的运动 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 对于跳舞 作为主办方的水里乡体育会总干事 宏怡芬 更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她认为跳舞是一种利于美的结合 也认为跳舞是一个不分年龄 老少嫌疑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的运动 这次她邀请水里乡各个年龄层 不同社团的成员 一同来参与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起跳舞 来跳出感情 也跳出健康 水里乡体育会 办理一个一场利于美的结合的一个盛会 那当然是结合 我们水里乡有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妈妈教室 老人会 以及国小 国中 各项一校一特色的才艺 这个活动已经办理了第三年了 我希望说可以永续一直经营下去这样 一开始是因为 我们南投教育部体育署 那结合我们南投县政府 以及全省 在推动这个台湾爱运动 运动爱台湾的活动 那我就想说 就地方的舞蹈社团比较多 以及各学校推动一些比较武术 然后各项才艺 然后想说 那就来一场利于美的结合 是这样 我觉得看到这场活动 最高年龄的是92岁 那最小年龄的是3岁 其实我办理每一项活动 体育活动赛事 不管是动态还是竞态 我都希望说 0到99岁都可以来参与 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县议员成熟会表示 能够成功举办这样一场大型活动 十分不容易 需要水里香体育会 水里香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齐心协力 他肯定相关单位的用心 规划这样一个适合长辈的活动 也期许水里香的长辈们 能够因此变得更健康 生活更快乐 现在的政府非常重视 我们体育的多元发展 那今天就由我们南投县体育会 以及水里香体育会 共同在水里国小举办 运动爱台湾这个活动 那活动的规划 非常适合长辈 连长的以及到很年幼的年龄 共同来参与 就是邀请各个社团 在他们平常在社区 或者是在舞蹈班 或者是在老师所教学的 这个社团里面 有肚皮舞 有小朋友的 幼教的一个舞蹈 还有学校的学生共同来做一个配合 所以一个多元的运动的推展 很适合 我们在这个基层来做一个发展 尤其水里香是比较属于人口数少 而且又是比较偏乡的 那在这里的长者对于说在运动的这个观念就比较少 所以都藉由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他们共同来推动 那当然也要有很多的志工共同的来参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举办这一场运动爱台湾的活动 是属于一个多元的一个活动 非常适合年龄阶层的共同来参加 也见证到说政府对于退展运动的一个经费补助是非常重视的 现一言肖智全表示 这次水里香体育会 在水里国小体育馆提供一个机会与场地 让这些民众可以展示平时努力的成果 他也肯定相关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些热情民众的展演 吸引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以此推广运动的风气 南投县体育会水里香体育会来办理 这一次水里香各社团的一个 他的成果的一个展示 今天用水里国小的操场 让大家可以在舞台上尽力的发挥 平常各社团所学的专长 可以看到现场上 不管舞蹈唱歌还是欧童的表演 都相当的精彩 也让所有的团员们 能够有实际上 都有的舞台的经验 加强他们平常上台的历练 对未来在正式场的比赛 会有更多的帮忙 也感谢水里香体育会 我们的会长跟所有成员 关心地方社团的活泽 希望透过这样的展示 能够带动我们所有的乡亲 更多的活动的一个兴趣 让大家能够多有点的选择 来促进地方的运动风趣 前来参与活动的宋女士 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们 她在每周的一、三、五 都会练习体操、跳舞等运动 不但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她本人也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不错啊,真好啊 有身体很健康啊 都拜三、拜五 张女士则与我们分享她的心情 她觉得可以有这些机会跟人互动、相处 一同参与这些热热闹闹的活动 让她觉得很快乐 而且她也觉得 这样出来跳舞 对维持她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 很快乐啦 很快乐啦 就是这样跳人、这样做会 换一些跳舞、唱歌啦 很好的 就是很快乐就是啦 对啦 身体也很健康啦 满下啊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不服务千千 不服务千千 现议员陈兆玉指出 办理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尤其现今社会迈入高龄化 除了长照2.0政策给予应有的帮助以外 运动便是一个帮助长辈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窍门 她也表示 在现场看到热舞的长辈们各个充满活力 她也相当感动 也期望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 动一动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材烧 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一个根本 即使家财万贯 没有健康的身体 还是化为乌有 所以赵玉在这边 恳切地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选择一项 适于你的体势能的一个活动 我们与其在家里播手机 看电视 然后操作电脑 还是要拨一定的一个时间 做自己享受的一个运动 自己喜爱的一个运动 我相信这样对于整个身心的一个调和 才不会受到整个社会很多无形的一个压力 才在那边感叹 所谓PM2.5等等 怎样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危害 你只要有强抗的一个身体 至少对于所谓的流感一般的传染病绝对有很大的一个抵抗力 所以呼吁大家大家爱台湾一起来运动 我们看到这些长辈最大的有92岁 你看一直非常活力飞扬 舞姿曼妙 真的是看到会令人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这种赐予他们自己体势能的 这种流汗非常疏漏感的 一定对我们长达2.0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的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家里看电视 不要在家里播手机 不要在家里操作电脑 玩电脑 一定到室外来稍微动一下 一天30分钟 持续行 绝对对身体有绝大的帮助 先议员成熟会 感谢体育会办理活动的付出以及努力 也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表演的演出 可以提供平时在社区认真练习的长辈们 一个表演的舞台 他也希望乡亲看到这样有趣的活动后 可以受到吸引 一起来踊跃参与 以达到提升运动风气 提倡全民运动的目的 尤其平常的社区的这些长辈老宝贝 就是属于在社区自己的场所 以及舞台 在做一个上课的训练 很少有机会能够说在台上 做一个展演 做一个主演者 所以今天能够邀请各个社团 在水里国桥这边 一方面可以欣赏别人的仓促 然后培训自己养成运动的习惯 所以一个舞台能够让很多人在这里 表演展现他们所学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希望在未来我们的体育会 能够多多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地方能够举办类似这种活动 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 或者是说以场词别来举办更多的场词 让其他的社团可以共同来参加 因为一场活动只有半天 两三个小时 你说要有很多的社团共同来参与 这也没有办法去做到 所以希望说更多的经费 然后我们分区域 分村里来做一个运动爱台湾的一个活动 我想这样更能够达到提倡全民运动的一个计划 现议员肖志全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以及关怀 他看到现场有许多长辈宰歌宰舞 充满活力的样子 且参加者的年龄区段 最高高达92岁 最低者只有3岁 是运动不分年龄的最好证明 他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办理让这些可爱的社区居民们 有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 所以今天的社团相当的多元 可以看到年长的最多 有92岁 最年轻的小朋友 只有3岁 他们在舞台上都能够展现自己平常所学 展现他们的活力 跟他们的活力跟青春 希望说这种社团的活动不限年龄 欢迎乡亲们 大家多多来参与 联合国运动促进与和平发展办公室认为 运动对于个人与社会整体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个人层面上 可以达到自我实现 健康促进 疾病预防等目的 在社会层面中 也有促进社会和谐 预防冲突 联系感情的作用 这也是运动爱台湾计划的核心目的 而跳舞不但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也是一种老少贤疑的运动 这次的活动 让国中小在赌的小朋友们 外配协会的朋友们 长照据点的长辈们 以及水里乡其他社团的乡亲们 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一起出现在同个舞台上 展演他们的肢体律动 不但可以加深水里乡亲们之间的感情 也能借此推广运动风气 达到运动健身 乐活人生的目的 明日新闻 邱品亦 陈毅晴 专题采访报导